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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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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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致 你知不知道这个实验 对我来说多重要 你毁了我整个实验 对不起 毁了你的实验 我表示抱歉 对 不过朱尔文从现在开始 咱们俩没有关系了 你就跟你的培养业 培养感情吧 走 你过分了 快去 你自己也吃 嗯 你自己也吃 嗯 好 这是我应该做的 来 客气 你别光顾着给我扒呀 来 我尽你一个吧 好 来 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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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好吃吗 嗯 好吃 现在你的气消了吧 你想听真话吗 想听 其实我一点都不生气 真的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吃得这么痛快了 跟小猪在一块吃饭吧 永远是那几个餐永远都不变 好 我看你不是挺喜欢跟那个猪人出去的吗 说来话成 小猪这个人啊确实挺好的 带我跟他在一块吧 真心百当无聊 无劳透顶 小致 以后你想吃什么你找我 别的我雷达不敢说 上次满汉全息 下着地摊小吃打排档 你想吃什么我都能给你找到 行 那以后这小龙虾 你就专门陪我吃了 我随叫随到 好 说定了啊 就这么说定了 小狗 小狗 谁的小狗啊 没看到狗主人啊 这狗身上都掉毛了 像流浪狗吗 来来来来 来 吃狗 喂你一个啊 吃 一看就是挨饿受冻了吧 来来来 多吃点啊 这还有 你很有爱心啊 我突然想到 有一次跟小猪吃饭的时候 也碰到一起流浪狗 他说所有的狗身上都有狗温 不能碰 你不怕这个狗的狗温 左怕右怕 心脏病都怕出来了 人活就这么一辈子 不要在瞻前顾后 所有顾忌中 浪费宝贵的生命 要随着心去做事情 有道理 没想到 你还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啊 你现在更开始了解我吧 本少爷的优点还多着呢 好啊 那我从现在开始慢慢了解你 行吗 来 敬乐观豁达的人 来 雷达 霍达 老公 你知道什么是多余吗 就是夏天的棉袄 冬天的菩萨 还有我爸爸煮的十圈大骨汤 你都喝了 只要有汤 就不多余 喝喝吧 喝喝喝 先 先说正事 什么时候跟你爸说你没怀孕这事啊 在我的时候可真弄一下嘛 怎么满下去确实不是办法 要不咱俩晚上回去合计合计啊 行 行 别动 脸 脸上去 别动 看不见了 怎么了 请问我自己老婆怎么了 你都多喝点 多喝点 你都拿走 都拿走 你都补补 我 我补什么呀 你虚拟补 我虚拟都知道 行 行 行 那我走了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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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门了 你再亲一看 走了 你注意安全啊 来 小致 你回来了 小致 小致 你回来了 小致 你这几天怎么一直都不接我电话呀 小致 你这几天怎么一直都不接我电话呀 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小致 我今天一做完身影就回来了 你手怎么样 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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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今天才做完实验 之前也是 也是因为小致打破了试管 才导致我们丢了培养业 所以才到今天才做完实验呢 我这 我这做完实验就赶紧赶过来了 我是坚信过来给小致道歉的 还有许叔叔您和您的家人 那天让你们等那么长时间 都是我的错 你这个人哪 心眼不坏 就是木呢 过了两天才想起来联系他 才想起来跟他赔礼道歉 是 你也太后知后觉了 换谁谁不升级 是 行了 你也别愁了 小致心里边对你生气 说明他对你没完全失望 你们俩还要心 真的 邢叔叔 情商太低了 成天做那个试验 你先回去吧 你堵在他这儿 他心里更烦 回头我帮你劝劝他 等他消了气自然会联系你 那是行吗 许叔叔 行 听我的 先回去吧 那行 那我先回去了 先回去 那 那谢谢了 许叔叔 好 那我就先回去了 许叔叔再见 好 谢谢许叔叔 许叔叔再见 好 等着啊 进 别劝我 不管你跟朱尔文 是不是一伙的 都别劝我 爸想问你个事 问吧 你对那个朱尔文 到底感觉 你还说跟他不是一伙的 爸想你保证 我跟那个朱尔文绝不是一伙的 爸就是关心 就是想问你对那个人感觉怎么样 想听实话吗 当然 不怎么样 为什么呢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怎么样 不知道他到底是智商高还是智商低 反正 感觉跟他在一块儿 就像跟机器人在一块儿一样 这个人情商确实低了一些 不过这个你要理解 人家没交过女朋友 很多事情不懂啊 这个人本质还是不错的 看人是要看本质的吧 是 他人是不错 对我吧 也还算可以 那不是因为我对他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吗 也说不好 反正就是怪怪的 有时候呢 他用点心会给我一点小惊喜 但大部分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像他的实验对象 一旦知道我喜欢什么 永远都是一成不变 永远都是那一套 但问题是我又不是机器人 我是一个活顺顺有感情的人啊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比起关心我来 他更关心他的实验 事业性强这不是好事吗 求之不得呀 我手都划破了 他看都不看 管都不管 还怪我把他的事关给弄坏了 这事业性也够强了 那天还好有雷达在 当时拿他这个手绩给我指着信 想什么呢 还要问什么 没想什么 我不再唠叨了 我只希望你 再给小朱一次机会 这个小伙子人还是不错的 你再好好想想 我不打扰你了啊 嗯 你手千万别沾水 不让没感染啊 一定得长好了以后知道吗 嗯 知道了 来 我给你演个笑容 我给你说 没比这个再好玩了 这次合作非常愉快啊 我有客户来了 先不聊了啊 拜拜 喂 老许 你怎么来了 没事 遛窝就走到你这儿了 好 坐 聊聊天呗 坐 你给谁打电话呢 这么开心啊 一个关系很好的老客户 一打电话就这么频 没办法 小白 小白 给许叔七杯上好的茶 好嘞 好嘞 这么快 什么情况 咱们这回又有的忙了 你说当达哥 好歹也算个著名工作人物 怎么就乐意跑前跑后 许叔叔家这种 鸡苗算凭小事 你们男人啊 做事 无非就是为了三样 为名为立为女人 你们帮许叔叔的忙 要明没明 要立没立的 那就说女人啊 雷达 问你一个事啊 我们家许致 对猪耳闻有没有感觉啊 有吧 那他们俩怎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呢 您说什么 许致对猪耳闻有没有感觉啊 我看这许致对猪耳闻 没有感觉 为什么会没有感觉呢 你看那猪耳闻什么人啊 像个机器人似的 那样的 您这 跟这种人在一起 小事能幸福吗 那咱们是不是还得再帮帮猪耳闻呢 帮得还不够啊 老许 该培训的也培训了 也没少给他通风报气 音乐会都看了 咱俩现在就差 直接给他们俩送进洞房了 再说了 老许 感情啊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也得看 许致她自己喜不喜欢 那你说许致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才会幸福呢 这我可说不好 那要看 小事她自己的感觉 是不是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才会幸福啊 你小子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是不是又动我们家许致的主意了 老许 你吓什么呢 这不是那天小致手受伤了吗 我 给他 你甭解释 越解释你心越虚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老许 那天我不是跟你保证了吗 我绝对不会对许致动心的 说那些没用 你拿什么来证明 我看 simple 那我就帮 朱尔文追小致还不行吗 我帮着 让他们俩 有实质进展 还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 别消极代工啊 既然你已经说了 跟小智没那意思 得拿出点实际行动 知道了 小朱这次回来访学啊 就一个月 眼看着就要回南京了 在他回南京之前 咱们无论如何想办法 促成小朱和小智的进展 这 这时间也太紧了吧 时间紧任务重 要不然怎么显出你小的有本事 得 我就是救火队长 我好不容易看上这么一个女婿 她立回南京 说不定会有变数 所以这一战只许成功 不准失败 老许 老许 我有句话不是当讲不当讲 您再怎么说也是岳父老泰山 你这么上赶着哈着女婿 是不是太丢人了 怎么着你也得端着点 你哪儿那么多风险思想 什么年代了 人我看上 我就得帮着闺女争取 至于什么调不调件面子不面子 这都无所谓 我告诉你啊 一会儿人来了 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不用考虑我的感受 人 人来了啊 看你的了啊 徐叔叔 来了 您找我 要回南京了是吧 是啊 这次访学就快结束了 到这地步了 我就直说了啊 您叔 我问你一句 你跟小致的事情 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是真心喜欢小致的 你想再跟他向前发展 当然了 问起直追啊 对 你要有信心 是 我和雷达能帮的都帮你了 剩下就看你自己了 可是徐叔叔 不会 小叔 你跟许氏 约会这么长时间了 你都没问人家 愿不愿意做你女朋友 没有 问都没问 这层窗我这没通过 堂堂的双博士 干不过一个聚业会的小干事 我说你怎么那么面呢 那个王闯都知道扒着我们家窗口 他向我为你求婚呢 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出主意呀 忘了刚才怎么答应我的了 就学王闯的一小子 求婚 我求婚 求婚 这个办法一定奏效 王闯就是这么着 把我闺女骗走的 这主意出得好啊 事成了 你就算洗白了 大壮 你来工作室时间比我久 你见过小云姐吗 见过啊 他那个时候 他那个时候 总来工作室找达哥 他好看吗 挺好看的 而且啊 跟达哥特别登对 你说达哥一直不找女朋友 是不是小云姐的原因 应该有吧 如果那时候不是小云姐出车祸 恐怕她现在 跟达哥连孩子都有啊 你别看达哥平时有会儿细牙 好像什么事都不在乎 但她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 我感觉啊 她还没有从上东东走出来 那这么多年 达哥就没有遇到一个 能代替小云姐的人吗 应该有吧 许致姐就算一个吧 她不算 她怎么能算呢 达哥如果在乎她 怎么会把她 往朱尔文怀里推 很明显她在达哥心里 就是不在乎 你说得也有道理 在不在乎我不知道 但起码在达哥心里 还没有一个人 能超过小云姐的位置 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 问小云姐的事来了 没事 我就随便问问 我就是想知道 到底什么样的女人 才能俘获达哥的心 臭小子 我跟你说啊 当年你老爸开课舞厅的时候 那坐椅板子还有什么吧台 都是我亲自设计的 我亲自做的 它不是吹的 我这手艺啊 儿子 儿子 干吗呢你这儿 昏不守舍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喂 喂 雷达 我那个电脑啊突然变得好慢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出了问题 你会不会更新系统啊 电话里说不清楚 回头你把笔记本给我 我拿到公司 让大壮他们给你弄了 那也行 听 你干吗呢 我在我爸妈这儿呢 好 那你先忙啊 改天约马晓 拜拜 怎么了 给小柱打电话呢 我跟他没话聊 是不是你朋友啊 不是不是 就是你普通朋友 我还以为是 这个让你魂不守舍的人呢 跟你说儿子 你这儿要如果有什么情况 就及时跟我说啊 老爸倒是帮你出了主意 在这点上 你老爸还是有经验呢 爸 我采访你一下 什么意思 你想让我上你的节目呀 不是不是不是 我就是跟您探讨一下 好 你说 你跟我小妈相濡一目这么多年 虽然说偶尔也拌门嘴 吵吵架什么的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挺恩爱的吧 这还用说吗 肯定的 这是夫妻吗 这是 咱们这么说 打个比方啊 不是 我说比如说 这些年 这些年 在某些时刻 你会不会觉得 对不起我妈 不是说我去世的亲妈 你干吗这么问啊 您别紧张 别多想 过两天我录一期节目 跟您区区敬 就这样啊 说实话啊 我跟您妈那是初恋 您妈呀 给我又剩了你 而她去世那么早 我呢 是不是 这又又又这个招门 心得这老婆是不是 不是 说实话 这是想一想 我这心里觉得 挺愧疚的 别跟我说我呀 您不一样啊 你要不是心里想着那小鱼 这两年多 你为什么不结婚 为什么不找对象啊 你就是心里有她 你嘴上我说 心里跟明镜似的 你这点 你就随我 你俩别干了啊 你还劝着啊 你得小心点 快点啊 快吃饭了 好好好 快点 你说这刚才跟你说那话 前面别跟你小马说 我听到没有 很多话想对你说 在你面前 却很沉默 说实话 我跟你妈那是初恋 你妈给我又生了你 而她去世那么早 你看我现在又娶了别人 说实话 这心里有时缺失啊 觉得挺愧疚的 我把话撂着 你对我女儿如果没心思 我同意许致和你做朋友 我老许也拿你当朋友 但如果你对许致有别的意思 我们许家不欢迎你 大壮 说说你的创意 我的创意 我的创意 就是 就是这个球爱啊 首先你得让女主角 感觉到公主般的待遇 你得有个公园 然后啊 他们就像往常一样 走着 这个走着走着呢 公园这个单子 就刷一下 全亮了 然后旋转木马也动了起来 她和许致就在旋转木马上 这时候满天都是烟花 她拿出戒指 单膝跪地 你愿意嫁给我吗 不错 挺好 挺好 你笑什么 生抄 牛 牛 你还笑话人家 你有什么更好的想法吗 你说说 对对对 小雯说说 小雯是女孩子 最知道女孩子喜欢什么 听我给你们安排安排啊 其实这个女孩啊 她最在意的 和她一起在清澈的小溪里划船赏鱼 就在这个时候 男孩叫女孩 闭上双眼 就在女孩睁开眼睛的时候 她的手上突然多了一颗钻戒 多美好啊 你们觉得怎么样 美好什么美好 就朱雯那种呆若木金 弱不禁风的样 还在山间里牵手奔跑 还划船赏鱼 不跑茶馅不错了 再一不小心掉水里去 那你们说怎么办吗 这 这 弄点实在的吧 广播里边点手根你们干怎么样 许叔 你这个方法比我那还妥 其实 不就是个表白吗 对 这个女孩吧 在意的不一定是形式 是表白时候说的话 是不是真诚 是不是让人感动 咱们在这儿光想形式 不如先想想 说点事 你看 还是小温说得对 就朱雯文这情商 她也办不出来这些事 那咱们就替她写下来 让她背不就行了吗 这个活儿 你不擦大佬爷们谁来 那她不行 她比朱雯文还笨呢 我到现在还单身呢 我更没经验 我 好啊 我是许致她爸爸 哪有爸爸给闺女写清楚呢 我们这几个人里面 谁最了解许致 许叔 谁对许致感情最深 许叔 谁最希望许致嫁出去 还是许叔 老许 您说您不写合适吗 行 二十四败都败了 就缠着一哆嗦了 我写就我写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 我深深地爱上了你 爸 这个茶辣楼下来了 你放这儿吧 怎么还不睡啊 我看你在念叨什么 深情并茂的 我在读习慕容的心 习慕容 早点休息啊 时间不早了 我这儿就睡 晚安啊 他们这儿 bathroom 那他,你根本egal的反 déc 今天想不到 而且看事 你看 递陌人 微笑室 你能不能当amour 看到那锦绣的一瞬间 就哪怕只有一分钟 或者几秒钟 也可以让我足够 你们三个拿我耍着玩的是吧 没没没 绝对没这意思 老许 不是觉得您文化素质在这儿了吗 谁生抢啊 写情书的确不是您的强项 要不您看这 小白 你来吧 我 我 你是情感专家 谁啊 卫大 我看还是你写的 我 别别别 我还有别的任务呢 我得做幻灯片 还得剪辑 别磨叽 死任务 就这么敲定了 你们三个耍我 哪有让父亲给女儿写情书的 你 你 一群小王八蛋 小王八蛋 笑什么笑 一群小王八蛋 我说清楚了吗 我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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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检查各自装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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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对表 成百在此一举 拜托大家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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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衣服可以来一套 多丑啊 王阳 你来了点行人 听到了吗 收到 雷达 可以进电视院了吗 我这儿没问题 我这儿没问题 可以进场 可以进场 许葳 许葳 可以进电视院了吗 可以进电视院了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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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收不到 给你认识是吧 葳葳 好 打电话呢 我 我看一下手机 那个 简 这些衣服什么 裙子 裤子什么 都太瘦了 也不合适啊 是 如果买了挺不实用的 再看看别的吧 咱们别看了 咱们去看电影吧 看电影 不说好了 要买衣服吗 要买宽松的衣服 舒服的鞋 看什么电影啊 我刚才经过那儿 看到有个电影海报 肯定特别好看 咱俩都多久没看电影了 去吧去吧去吧 你看你啊 都当妈的人了 还跟小姑娘一样的 一下东一下西都没注意 走吧 走吧 依依你 水瓶座就是跳跃心思 你活活节 白姐 我去上个厕所 你先进去吧 不用 我陪你一块儿去嘛 不用 你先进去就行 我陪你吧 特殊情况我呢 就是因为特殊情况 所以我要陪你啊 不用 我很快 你进去吧 那你小心一点 千万别滑倒了啊 知道了 清楚 好 好 全体注意 全体注意 目标已经进入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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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她们已经进入影评 她们还在承煌中 你不能说 她是你 也没有 把她们有点 她们是犒人了 她们都会自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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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致 在认识你之前 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在认识你之后 我开始留意身边那些 以前从来不曾留意过的美好 每当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新奇的事物 我都想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从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 我爱上你了 爸爸 小镇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示我的爱 我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方程式来解释它 每当我见到你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梦 在梦里 我们住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上 我们会手牵着手一起回家 迎接我们的是我们的孩子 他会从我们手上抢走我们买回来 点缀糖果用的冰淇淋 我们在沙发上 依偎着看着他们打打叨叨 慢慢地变老 再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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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致 你愿意跟我一起 共度余生吗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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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你现在 你先站起来 你先站起来吗 周小雯 请你 请你再给一点时间 让我好好考虑一下 好吗 无论多久 我都愿意等你 我都愿意等你